从战争刚开打就逃离乌克兰 这家人虽然已在波兰半年 却一直心系家乡 生活艰辛不是波兰亏待他们 其实波兰提供了大量协助 从住宿、就业甚至连图书馆 都开始引进乌克兰文书籍 但大多难民仍只是在等待 等待战争结束 等待早日回家 画面来到俄罗斯 一对来自北顿内此刻的老夫妻 最初拒绝撤离 后来想逃已逃不出 还好定居圣彼得堡的儿子 花了十万卢布把父母火速救出 但想在当地申请公民 却困难重重 都需求 毫无所需的 毫无所欲 并不只澳门党 当年十八十多年 都需带战争 向离乡背景的乌克兰人 身心都千疮百孔 谁都不愿意再迎接 另一个前途茫然的半年 大爱新闻 陈彦荣编译 感谢观看